要求港鐵公司是徹底查明事故的原因 而機電工人署亦都會進行 這個是全面和徹底的獨立調查 去詳細找出事故的止末 我們現在機電署的調查方向 是包括系統的設計、操作、硬件、軟件的配合 以至實際的測試過程 希望徹底找出事故的原因 是確保系統安全 然後才會讓它進行測試 在我們未找出徹底的原因之前 我們是不會讓這個測試進行的 在我們確定所有原因 做完所有補救措施之後 先會讓港鐵公司再進行測試 港市局開會的時候 對短尾層作出了三個批示 第一就是希望短尾層盡所有力 去盡快恢復中環對金鐘的動作 第二就是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去深究這次事件的成因 這個小組是會包括 除了自己的內部從事之後 亦都有可外的專家 亦都有本地的專家 這次是非常不滿意 在這方面我們已經通知他 我們會保留我們所有的權利 追負我們的責任 但我們只會保留我們 待什麼時候 都會保留我們 如果我們要夠保留我們